发光的少女 在展场有一件雕塑作品 叫做《发光的少女》 这是艺术家受到原著名神话的启发而创作的 在许多阿美族部落中 都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个全身会发光的女孩 叫迪亚马赞 她身上的光芒 深深吸引了海神之子的注意 于是爱上少女的海神之子 以弥天盖地的海水淹没了大地 将迪亚马赞带走 有人说 后来 她和她的家人 换化为彩虹或雷声 也有人说 她的家人 换化为各部族的人 透过这件艺术作品 大家可以了解到 历史的传承形态非常多元 除了文字以外 人们也会透过口耳相传的方式 留下集体记忆 包含歌谣 神话故事 和民间传说等 这些材料 不仅是属于台湾历史的一部分 同时也反映了各个族群 不同的世界观 不仅是属于台湾历史的一部分 和民间传承形态